贝克曼和萨波谁强 贝克曼是海装世界可能最聪明的人之一 但是你要知道萨波是革命军的参谋长 萨波的智力是绝对在线的 甚至是非常高超的 是三兄弟最聪明的一个 应该是无庸置疑 萨波的武装色把戚也极强 我一直反复强调 在得到出场萨波即巅峰 得到烧烧果实之后 一人拦住大将藤虎都没中将的这个表现 我觉得完全不逊色于 顶上大战贝克曼用枪对皇元说的不许动 皇元乖乖继续放手 但是后续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 不是讽刺贝克曼 贝克曼依旧是现在传人之中 红发海贼团四皇级别的人物 但客观来说 他的定位还是在父皇的范畴之中 但是萨波他的定位 很可能已经不是父皇那么简单了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高呼的 萨波是目前将皇之下第一人 萨波现在真的要跟大将四皇比了 他没有到大将四皇 他也是非常接近这些强者的战略地位 那综合贝克曼的这个江湖地位 包括贝克曼四皇级别的传说来说 我认为萨波跟贝克曼现在是五五开 潜力来说 萨波明显要超过贝克曼